这样打招呼 我看谁 我看您什么 我头发像调整吗 这个都爽吗 高考前一天你在做什么 和我的同桌去游乐场 做了摩天轮 叔叔夫洗了个澡 打了几把游戏 当时是父母来找我 在复习吧 在复习 按照高考的时间来 做同学科的模拟件 我去我们家旁边自习室 西洋就从那个地方 照到自习室里边 就那种感觉很微妙 我前一天一直在篮球场 有没有考前解压小技巧 就是平常心 听听歌或者说每天在学校 在操场上面走一下 每天固定规律作息 规律饮食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知识储备 给自己设立了一个 自己一定能拿到的大学 以及这个专业 是我比较喜欢的 尽可能地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 对于高考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吗 考完英语的时候 我也是常说一口气 心想高中生活终于结束了 考完就有一课英语 感觉解放了 没有穿校服 然后那个监考老师 他老看我 我们当时高考延期了一个月 爸在学校门口接我 结果我跟他两个人走散了 好场上需要注意什么 如果遇到自己不会的体的话 可以先放一放 自信是最重要的 吃之前没吃过东西 千万不能太紧张 但是也不能太放松 一定要深呼吸 要放平心态 主要是一个心态 就是稳住自己 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 一心地对待自己的考题 相信你没有见到过 别人也没有见到过 进到考场以后 就回想一下自己之前的复习的知识 考考后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要熬过去 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抱有一些希望吧 那我们还年轻嘛 未来还是有机会去 做一些选择和改变的 上了大学之后 你也依旧可以靠自己努力 去争取到研究生 或者说更高学历 我觉得到了大学以后 也就是进入了人生 很新的一战 希望大家高考加油 高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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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金榜提名 未来可期 祝大家高考顺利 大家高考加油 高考加油 高考加油 高考加油